好了 看完了 小朋友天真的作品 我們要去看看 石碧染織工坊 真正的紡織精品 石碧染織工坊的設計工作 也是由淑莉老師負責 他的工藝品 連林懷銘老師都喜歡 參加各種設計競賽 也是得獎無數 不愧得到台灣工藝之家 現場的成品非常的精美 對 所以淑莉老師 我決定要買這盆山書 好 送給你 山書 不好做 沒有 我要說的是 我決定在這麼多 精美的成品當中 挑這個包包 我們這個系列 它是走比較內斂 比較就是沉穩的一個設計 那它其實是一個 設計的一個開發 比如說我們是 像這個你現在挑的這個圖文 通常三行為我們講的 就是千移的路徑 可是比如說在這個系列裡面 我們其實做了一些圖文的一個設計 跟轉換 比如說像這個圖案 我們講有假的太陽 可是我們已經把顏色去掉了以後 圖案做了簡化 簡化了以後 我們又做了一些圖案的一個轉換 然後再處理成這個系列的一個商品開發 你從這邊你在看到這邊 你看得出來它是怎麼來的嗎 它其實可以講故事 它是從哪裡哪裡演化過來的 所以一開始是 有假的太陽是這個圖騰 比較傳統的 比較傳統然後 你透過簡化的方式 做布料的設計 你就必須要做簡化跟轉換 你一下子看這個 你可能不會想像到這個 可是你從這邊看這個 你會發現它是有脈絡的 那做簡化的步驟 你覺得它想要表達的是 因為我們在做商品的開發 你必須要考量到 你這個東西是要賣給誰 假如我們是要賣給一般的消費者的話 那你要讓一般的使用者 他們覺得他們是可以接受 而且他們會喜歡用 如果說我今天配一個很傳統的顏色 那可能他在都會去工作的朋友 他配一個我們很傳統的顏色 他可能會覺得好像不大大調 可是在我們比如說我們一般 在工作的一個朋友 可能身上穿的都很素 像這樣都是黑黑的 對 就是比較素一點 那你突然配一個花花的 你可能會覺得怪怪 所以轉換成這個色調是 就是有它的意圖在你 我記得摸一把10嗯,妳可以起來